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五轮赛事正式开始 今天的辩题是选秀节目对青少年影响弊大于离 正方是佛教沈香林纪念中学 反方姓氏提反书院 沈香林的主辩陈泳林同学 一副胡善宜同学 二副颜俊杰同学 杰辩刘美庄同学 正式提反书院主辩吴泳宜同学 一副徐超晨同学 二副呂烟河同学 杰辩林思泳同学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三位评判 第一位 根据我们的名单上 第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员郭惠恒先生 多谢你 第二位是拔萃女书院辩论队负责老师 王伟生老师 麻烦 最后是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 陈彦恒小姐 多谢三位勃勇 就是抽空帮手在这场比赛里面 围着双方作出一个公正的评分 多谢大家 好 接下来简介一点点赛规 主要就是说那个发言时间 是4.334的 中间大家知道 主辩之后是会有台上发问的环节 主要是就着双方主辩去作出提问 之后是会有台下发问 发问的环节是111 即是一分钟发问 一分钟准备 一分钟回答 好 那些叮声呢 现在就是了 都试一试个钟声 正常我们会开始一秒钟声 发言结束前30秒 我们是会有叮一响提示的 发言结束的时候 是会有两下钟声提示 接着去到真的超时15秒之后 就会出现这种连叮的钟声 我都会作出交叉好 大家都明白 在网上的时候 有时是会有时差 亦都有时候 那一秒可能会吃了那个钟声 所以我刚才都会在叮的时候 我会用白纸有一个一字的 辩论员是有责任自己留意刑幕 即使钟声不清楚 两叮变了一叮等等 甚至那一叮钟声你完全听不到 你有责任自己留意刑幕 去到两叮那张是王子 会有个二字 你是自己已经知道 不应该要收 即是开始收制的了 记住在网络上 真的有时出现一两秒时差 但是我们是根据本人我看到的钟 去计时的 所以大家是不应该拼尽那15秒 我去到可能10秒左右 是应该自己快快脆脆完结了 不要跟我拗数 我14秒半的问题 因为网络上绝对是有这些情况 我们是不接受这一类解释的 好 就着刚刚宣布的 其他赛规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 就着今天我刚刚解释的 超时安排和其他赛规有没有特别的疑问 好 多谢大家 那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今天的比赛 好 我都要交回四分钟 好 接着我们现在有请正方主便 请你应该要走出来了 正方今天是 在同场作才 请你走出来开麦 你准备好开麦 就是可以说海 还有如果是这样 我建议你坐后一点 我大家明白 因为我正在录影中 也希望大家录出来 你可能坐后一步 否则你拍出来的角度就有些奇怪 是 现在好很多了 好 都请你讲一声 要是你现在都讲一句先 因为坐后了 不知道会不会不清楚 请你讲几句说话 我听得清楚 好 我是听得清楚的 好 好 那我们开始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跟随上海加东大学 传媒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郑文家教授自出 选手节目是由普通人参与 多焦节目的规则竞赛 过程中展示 参与者的个性 并制作成节目 过去十几年 选手节目有缘与口窗上 各内外的选手节目 例如青春有美 中国大人秀 我是歌手传媒一丁 行过去歌舞各种才艺 经据世卫定义 青少年是处于十一到十九岁的人士 青少年的特质是中意模仿 他们的生智发展并未成熟 选手类型节目的参与选手 观众大多数都为青少年 行两遍题就要审视 选手节目对于上述 两者是心理及行为 上的诉讼是否有理 我帮政立遍题原因有两个 第一 黑幕不断 不理念经人心理发展 选手节目标榜是 无事先设计好 剧本和台词也没有固定模式 然而节目就充满着内定 造假作弊的黑幕 甚至将选手的参赛过程片段 乐意三角或放大 将部分选手打造成 讨厌的性格和戏剧后果 例如歌内人气节目 最强大佬原本是邀请音乐、体育 顺利多表演 让高手挑战并以科学上方式 分析高手的能力 但不断被揭露出节目的黑幕 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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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杰都承认要将目光对准 有脑有颜有样的偶像 事实上节目里面外表平凡的 就透过制作故事情致 令他们成为配角 无论是参赛者 乃至观众都被判输 为外表就是一切的价值观 第二 商品化打造 压杀年轻人自主成长的空间 选择节目为了迎合成人品味制作 因此选择过程中 衣着、打扮、表达方式 都脱离了本身的年龄产 再加上选择节目是依靠观众投票 参加者需要迎合观众口味 改变自身性格特质 浙江省社科院助理研究袁和平 都表示很多选择节目为了追求高收视率 将成人世界、成人世界的判断 加强到小孩生长 是一种对童真的消费 目标是将它们打造成伤品 这些年轻人一旦在节目中受挫 将会对他们的自信造成很大的伤害 压杀了他们自主成长 难怪清华大学新闻 与全博学院副院长运红都表示 陆持我国大多数小兽节目 已经对青少年造成不良的影响 选择节目追求的 受众集体过度低廉化 将青少年一个个变为广胀 或者是粉丝 商品化的过程中 脱离了本身青少年的成长模式 不利于青少年正常成长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选手照目 质重于娱乐效果 疏不足照顾选手的心理健康 又怎样有利青少年的发展成长呢 好 发言时间是三分四十秒 是无超时无需扣分 我刚才都遗留了一个重要的部分 就是几位评判应该登入了分子 我都是在比赛期间才来 提醒分子的问题 我见我三位评判OK 都应该登入到分子 好 谢谢三位 好 接着我们是轮到反方主辩 反方主辩 请你开咪OK的时候 请你讲一声 可以 可以 不可主席 评判 座座 各位 大家好 不可否认质量低劣 充满各种黑暗的选手节目 会带给青少年造成不利的影响 但是一方面经过广电总局的审核 选手节目需要符合主流的价值观 那今次今天的选手节目 有如雨后昌述 发展蓬勃 内容不单只在于选美 或者是长距的场地表演比拼那么简单 而是两者皆有的选手节目 拍摄的方式也都留置注重台上表演 《偶像练习生》《青春有你》都是其中之一 根据2017年外奇艾官方的选手节目统计显示 19-24岁的观众占整体的35.26% 由此可见选手节目的观众大多数都是青少年 而《青春有你》和《偶像练习生》 都是以取得外奇艾收视率的第一名 鉴于最受现今青年人欢迎的选手节目 都是以上所述的《生存实景》节目为主 因此我方认为 之后更多可以集中于这两人的节目的讨论 而衡量变体的标准就在于 现今选手节目对青年人 个人成长与发展的影响究竟是正面多还是负面多 首先选手节目是为有能力的青少年 提供了实验梦想的平台 为青少年提供一种发展方向 虽然比以前的选手节目 现今的选手节目大多通过观众的投票和淘汰制 选出来的偶像就自然更加有公信力 例如2005年的《超级女星选手节目》 是以唱该比赛为主要方式的选手节目 参加超级女星的选手可以积累一定的名气 运用这些名气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这样也是年轻女孩开拓了一条实验梦想的途径 此外,相比过往至展现舞台的选手节目 真人实况模式拍摄 不单止将训练新的舞台表现呈现给观众 更加是将他们作人处事的态度、人品、笨得 展现给青少年阶层的观众 观众盐上的面多了对偶像的认知和标准不再留于表面 同时亦都注重为人 便想要求偶像要重新摄落一个正面的形象 而这个正正都是公众偶像所需要的责任之一 其次选手节目能够带给青少年观众的 不单止是娱乐 更能影响他们的价值观 所以有一套标准的选手节目 可以为青少年带来正面影响 例如姜濤为例子 她小时候家境就不好 一叫人背起养家重担 加上父亲最近中风 观众见证她为了养起成头家 不惜一切努力 从一个重达200磅的青少年成为如今的人气王 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从而免丽青年粉丝 其展出的优秀品质 亦都会在单纯的娱乐之外 被青少年带来积极影响 帮助青少年发展 最后若然有方同学都认为 选择出的偶像对青少年影响好心的话 那是否都认同承认 当中影响正面的偶像 可以为青少年带来正面的影响 多谢各位 好 发言时间3分12秒 是没有超时的 无需扣分 接着来进入 本联赛的一个特色环节 就是一个公辩的环节 在网赛我们改成向对方主辩发问 所以现在我们首先有请 正方自由派出辩元 向反方的主辩提问 请正方 你的发言时间是1分钟 发言结束前15秒 是会有叮一响提示 当两叮钟声响起 我会终止你的发言 好 准备好请你说可以 是吗 是吗 可以 所以 就这个位 今天有方和我们说 原来今天这些所谓的选手节目 其实不要紧要 只要他能够 带出一个人 他的那种心路的历程 他们的成长 他们的背后有一个故事的反差 就叫做带出一个正面的价值观 给我们的称赏来 但是有方和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种 节目上面的不公平的认真 就是说 为什么选手节目又要和一些 旗币性的效果结合在一起 多谢各位 好 34秒 接下来有1分钟时间 给反方主便准备 好的 und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现在可以参加节目的训练生是经过很多的面试测试 他们都是从万里挑一的 青少年都自己要有分辨能力 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知道自己应该学什么 多谢各位 好 二十四秒 接下来轮到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向正方的主辩题目 好 请你开麦克力我就知道你们哪位会发问 好 看哪一位 哦 见到 见变 好 好 好 来咯 对不起 没算了 好 好 首先刚刚有方提及到 所有参加节目的青少年他们的生活会 他们的童年经历会被压杀 因为他们要被迫穿不同的衣服 不适合他们年龄层的衣服 其实我想问 偶像他们本身正常出道的青少年偶像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如果这样出道的偶像 都是不是不应该存在呢 好 多谢大家 好 三十二秒 现在是一分钟准备时间 好 三十三秒 好 三十二秒 三十二秒 然后我们再次放了个点 好 三十一秒 所以我们会进行吧 好 三十三秒 好 三十二秒 好 三十一秒 好,我見你準備好了 好,請你講,可以 師妹,師妹,請問聽到嗎 可以 多謝剛才有關同學的問題 剛才你講到出道的偶像是否不應該存在呢 正常的問題就是選手節目應該是公平公開公正的一個競技 但是現在說到節目背後有非常多黑幕 就已經阻擋了年輕人正常去追夢 也都是押殺了他們追夢的一個機會 然而這樣是對一個青少年最大的傷害 好,58秒沒有超時 好,接下來是輪到回到我們正常的辯論環節 現在有請正方一副 請正方一副 準備好請講,看一下鏡頭 OK,準備好請講,可以 師妹,師妹 可以 今天我方主要問是否要犧牲青年 青少年選手的心理健康 去換取節目的效果 怎樣有為青少的成長 有方不敢回應 是因為他們都知道 選手節目是否會往後 青少年選手的心理發展 主席 吳南貝爾 今天有方是過分簡化選手節目為機會評伐 單單是論席人上電視 有表演平台 有人認識的機會就足夠了 但根本沒有集中討論過 選手節目的形式 一方面是必須提供公平公正的平台 去給年輕人去追夢 但同時 又會製造PK法的效果 去滿足年期 發卦等觀眾後面的需要 即是今天有方說 選手節目可以提供 做一種夢想的平台 是 我方承認方式是一個平台 讓他們追夢 那是否唯一呢 例如說我想實現這個 一個影片展示 轉編製作的夢想 可以做YouTube 可以做YouTube的實驗 例如說我想做歌唱家 我可以學習報班 學習技巧 所以有個不滿張選手節目 看得獨有獨立性 何況這個平台本身是有問題 有閉嘴的 背後充足著太多的黑幕 太多商業操作 導致選手能否得為遵 並非靠自己的能力 而是靠什麼 是跟前關係 後台背景 這個錯的開端 只會引致 例如有扭曲價值觀等的後果 他們的努力 夢想都會被掩蓋 另外 衝突如去爭相 無仿從節目展現出的問題 例如說拍關系 找頭台 令原本正面的心態 人身隔離 寬備 夢想金錢的同臭味 另外 有個朋友說 選手節目可以令觀眾有正面的影響 確實有些人會這樣 但是節目大腿超時來的是什麼 是履歷不顯的黑幕 商業操作和內地等現象 今天不理會我方子面的兩個例子 但其實這些不是鼓勵 在內地中藝明日之日中 施智謙為導師 在一場比賽中 被要求投票給某個選手 結果節目組的說法是 不想定這個選手太難看 結果是什麼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選手最後 是因為施智謙的一票進級 在海外 例如有選手節目 製作者系列的製作人 我還應是觀眾給選手投票時期 製造假票數 欺騙了很多付出真傳實感的觀眾 甚至還導致有參觀節目 被練習生受精神創傷 難怪網易於19年對選手節目 與青少年影響的調查中發現 有四傳的仇法 青少年因為選手節目 產生生理負面的影響 包括自卑心理 甚至是思想價值會受影響 新聞有說 那麼黑學行為對青少年選手 或者青年股種有什麼好處呢? 廣東話院長許任聰認為 人的船長影響是包圍不同的階段 每個階段都應該有不同的營養 才可以保證 即使在船長過程中的身心健康 年輕人參與節目 就等到可以承受外界的壓力 一舉一動力過分放大 來自外界的影響 怎麼會對青少年有說的營養呢? 多謝各位 好 發言時間是兩分四十九 要補超線 好 接下來是到反方一負 你是有三分鐘發言時間的 好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大家好 首先我今天先回答給友方同學的問題 關於黑幕的問題 不可否認 質量低劣 充斥了各種黑幕的選手節目 真的會帶給青少年一些不良的影響 不過一方面 經過了港電總局的審核 選手節目就肯定需要符合主流價值觀 還有 剛才他們說 有些明日支持這個節目 因為嘉賓的投票 所以有黑幕影響了最後的結果 所以現在才會改了機制 變成了觀眾投票 今次今天 正如我方主編所說 相比以往的選手節目 偶像101這些新傳實景節目 將幕後的鏡頭地位提高了不少 不再用拖節目時間穿插表演主軸之間 訓練過程 參賽者互動過程 都是節目的主要元素 它可以讓觀眾明白 成功是來之不易的 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只有經過日積與旅的訓練 才可以百練成功 不會像某些人一味的認為 偶像這個職業真的很容易成功的 所以年輕人就可能為了夢想 更加努力的付出 其次選手節目中的選手 有可能是接受過音樂學院 教導過學生 有些都可能是自己到處 拜師學藝的夢想追逐者 也有些可能是賭上自己青春時光 在小黑屋裡練習的練習生 雖然來路不同 不過他們自己的技能 都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學習才可以 對他們來說都是很珍貴的東西 消息僱員都很重要 不過很多人都把自己寬 在數理化這一類的知識上 學學習 從某種角度上說 其實都是為了將來有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你不去學習 只剩下一個人 你就是沒有工作 選手節目主打靈門藍參與 不限年齡 只有熱愛音樂 只要熱愛音樂堅持夢想 通過大大小小的那些進級比賽 淘汰一波又一波的人 最後流傳下來的 肯定都是有真實力的人 參加選手節目的人 誰不是過五關斬仗 肯定每個人都有真功夫 更何分 真功夫都要由一個大舞台 才可以讓小人帶放光彩 所以這個舞台就是讓他們 實現夢想的地方 他可以讓人們接近 他遙不可及的夢想 最後想問一下友方同學 你們一直在說 很多節目效果其實究竟是有多少呢? 有沒有例子 是否完全沒有 完全零 節目效果有方才可以接受呢? 多謝大家 好 兩分四十秒 沒有超市的 接下來是正方二負 正方二負 請問聽得清楚 好 聽得清楚的 準備好請說 可以 可以 各位 各位 有方同學 不要把這個所謂的 力處去獨特化 第二 今天有方同學 其實看不到 原來選手節目這個平台 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我們說說 背後有太多的黑幕 太多的商業操作 導致你能口突圍而出 不是靠你的才華 不是靠你的能力 而是靠你背後有沒有財力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看清楚這個事實 不要顛倒黑白 第二 今天有方同學 跟我們說什麼呢? 他說 港建總國審核過 做了一系列的所謂的限制 令到這些政府不敢再出現黑幕 但是為什麼 其實今天我方的主辯和一副 提出了這麼多的例子 有方同學完全聽不到 那些都是在港建總國 遷下這些限制之後 依然是發生黑幕的例子 有方同學 你為什麼又不解釋一下這些情況呢? 今天有方同學經歷止不夠 不要緊我再跟你說多一個 今天香港歌手陳奕俊 在參加這個中國紅歌星的時候 他就收到一個節目 收到這個主辦方的一個提示 還說要他去為一個選手去轉身 但是當他在時候揭發這個內幕的時候 竟然是被他的同事 一個另外一個導師叫做拿英 就指責他 是拋棄了他的職業道德 將這些節目的內幕是公諸於世 那這個在說什麼呢? 不是正正在說 原來當這些明星他自己都知道 原來整個這些內幕 在娛樂圈當中 或者在這些選手節目當中 早就已經是司空見慣 早就已經是習以為常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不是 他們已經是知道原來 全部都是這些黑幕的了 所以有方說 不如請你和我們論證一下 究竟有多少這些選手節目 是沒有看過的清流 其實今天有些有方說 對於我們變題當中的三組字眼 形式不夠清楚 第一組選手節目 我們今天為何說反對選手節目 第一 因為選手是一些競爭性 一些比賽性質的東西 但是你節目 它是用眼睛加一些 所謂的戲劇元素 一些轉折 令到其實整件事 看起來更加過癮 更加刺激 這樣才能夠有眼球 所以有方說 這個正正是導致了 一些不公平競爭的出現 第二 第二 青少年 今天為何說選手節目 對於青少年的影響這麼大呢 因為青少年正值是一個 價值形成的時候 他們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 而這些靠錢 靠背景 從而能夠成功的 來自多不勝所 他們就直接去模仿這些東西 所以去到最後 利弊 我們今天說到底 價值對於我們青少年 有這麼大影響的時候 市民有歡樂 你們怎樣論證 這條片都是利大於弊 多謝各位 好 3分10秒 無需扣分 好 接下來是輪到反方第二副 可以 好 準備好請說可以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首先想說回 有方和我的二副 剛剛說到我們說 是追明星 首先我想說我們說的是追夢 看選手節目 並不等於去追星 還有有方和我都有說 會有黑幕 我們想說回的就是 如果有黑幕 被選手的方發現了 他們的票數是會清零的 還有有方和我都說了明日之子的例子 我方都有回應說 所以現在才變成 由粉絲去投票 然後就會更公平 再作各位 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還記不記得 誰叫廖仲謙 不記得呢 其實都很正常的 其實她是超級巨星第三季的冠軍 贏了比賽之後 和無線電視簽了三年的短約 出了一首歌 就不見了人 有方覺得 這些就是發明星夢 但其實有沒有想過 有夢想從來不是一件壞事 差別在於她有沒有能力 以及社會有沒有空間 讓她去實現 手捧巨星冠軍的廖仲謙 相信大家都不會太質疑她的實力 雖然大家可能根本不記得她唱歌唱實點 但大家都知道 歸根究底 一個偶像能否成功 最後還是要視乎人氣 現今的選手節目 通過競爭模式 拍攝模式上的改變 成功吸引了更多的觀眾 透過鏡頭把參賽者 更真實的面孔呈現給大眾 觀眾不再只是認識到她們台上 發光發熱的一面 由此增加觀眾和參賽者之間的情感連結 現在參加選手節目的參賽者 能夠真正透過上節目 得到更堅實的人氣基礎 為她們日後成為偶像鋪路 名副其實這樣說 是為她們提供了實現夢想的平台 那若然為她們帶來夢想是一件壞事 那幫到她們實現夢想 又是否一件好事 多謝各位 好,2分07秒 好,接下來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雙方的台下發問員 可以向對方台上發問 現在我們首先請正方第一條台下發問 請正方台下發問 請到鏡頭前 好,正方台下發問 您說一兩句說話,聽聽音清不清楚 請問 好,清楚的 準備好請說可以 各位同學可以 可以 其實有方同學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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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標準是要看回節目的年輕人的成長 在美國選擇節目 超級迷茫分比特 就將有些人腫瘤 未打入成惡毒的犯態 有種族歧之宜 節目更加要求參賽者 要派出那條片 否則未來政策 原來上位就是要脫衫而現身 這些是否有方同學想灌輸的價值觀 是充滿種族歧視性開放的美國 年輕人是否有能力可以分別對錯 有方同學說到年輕人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但年輕人的判斷能力是否 接受階段 他們甚至認為這些是正常的途徑 有方同學說到這些科學館 我們為何沒有過來這些資訊 謝謝 好 57秒 接著是1分鐘 反方準備 謝謝 太好了 太好了 超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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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傳遞一個不適合的價值觀 不知道友方有沒有聽過《人在野》 但其實有很多真人實況的節目 都帶有節目效果 但他們依然都可以傳遞到野外求生的知識 所以想問友方是否只要有造假 就必然不可以帶來正面影響呢? 謝謝 26秒 接著有一分鐘給正方準備 接著一分鐘 感谢光,请你听不听到? 好,见到你的 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所以各位今天有没有同问我们 是不是所有有节目效果的选受节目 都不会传来正面的影响呢 我想说如果选受节目是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的不是正义化 追求的是什么 公平公正公开的 是让参赛者有一个很好的追求的平台 其实我也想有没有和他论证 究竟是有多少他做到出现在的毕业 他做到完全真实公平公正公开的节目有多少呢 其实是少之有少的 选受可能好 说节目听起来也好 但是为什么选受节目也起来是不好的呢 是因为归咎到底人都是娱乐节目 他虽然是借助落差点 他借助话题吸引观众 但是黑幕背后的那些人是蒙古牺牲了 真正完全真实的那些选受其实已经消失了 因为很多说 其实这些选受节目是慢慢变质的 这节目的成分是变重了 他一步而言 就算真的没有黑幕牙传递了一个正面的影响 但是其实对于参赛者 消费者其实念他们是送出了他个性的位置 好 够钟请停止发言 请停止发言 好 接着来轮回正方第二条台下发文 正方第二条台下发文 请您开咪 准备好说可以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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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听到 清楚的 好 准备好说可以 可以 再说各位大家好 有方其实今天都承认 质素低的选受节目是不理清少年 不过就觉得港电总局2006年改革后的节目 就会变得正面 但我方指出说 之前爆出明日之指 康莫视义是2017年 最强大脑作弊的争议在最近两年 就连有方自己举的例子 超级女性都被白实力 选手韩真真被淘汰 是因为节目背后的黑箱操作 想问有方 如果觉得有规管就没问题 又怎样解释上述例子呢 多谢各位 好 38秒 接着1分钟反方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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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准备时间结束 请反方派出一位别人回答 好,见到反方主编人 准备好请说何宜 准备好 首先多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我们相信选手节目做出来 应该希望可以公平公正 但是如果中间有有方所说的人切有黑幕 这并不是选手节目产生的影响 而是选手节目被人操控之后产生的影响 我并不认为这规则为选手节目的问题上 而且现在有很多节目例如青春有利三 创造形式一旦发现冠资金 作假控票会直接被清除当天的票数 所以我并不认为选手节目本身的问题 多谢各位 好,三十一秒没有超时 跟着就是反方第二条台下发问 反方第二条台下发问 试咪试咪 好,听得清楚 准备好讲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口口声声说 想为青少年的成长着想 其实有没有在青少年角度去思考过呢 有方觉得青少年比观众平头紧触很大压力 先不论偶像本来就要承受观众的眼光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在追梦的道路上 本来就充满了压力和很多困难 所以想问有方学习面对压力 难道不是青少年成长上还有重要的一环吗 谢谢 好,三十三秒 跟着是一分钟准备 好,三十五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OK 准备好了 好 请讲可宜 可宜 各位 回应有风导的问题 第一 今天有风导跟我们说 青少年面对压力本身是成长当中的逼经之路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选秀节目是在做什么呢 他将我们的青少年高度成人化 提早要他面对这些成人世界的勾心斗角 以与摸渣 这些对于我们青少年的价值形成 和他们的成长在有风导的眼中 是不是叫做尼大于弊呢 这是第一 第二 今天有风导跟我们说 越来越来越节目 他本身就会审查 看看会不会有造假的情况 但是有风导说 我们看到越来越审查的是节目自己本身 而不是有一个第三方的公信力机构去审查 请问有风导说 他们自己审查自己 有风导说他自己都造假 是不是不行 第三 今天有风导说他就说 原来对于青少年来说 他们的成长 他们的价值完全不紧要 有黑幕不紧要 有戏剧的成法不紧要 这些他们全部都是要面对的 全部都是正常的 好 到时请停止发言 好 接下来就是一分钟 双方结变的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首先有请反方欠辩 你是有4分钟时间的 发言结束前30月,先拿一份提示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主席,评判,律师,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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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发现了有方的发言里面有很记住的问题 希望有方可以正面回答 第一,今天的辩题是选手节目 任何节目都会有黑幕 那为什么选手节目就不可以存在呢? 第二,有方提及到清智廉家就会模仿他人的行为 他们看到选手节目里面的人这么努力去追悟 他自然会模仿的 那请问又有什么坏存呢? 选手节目的节目组做得不好 有黑幕剧本并不是选手节目的错 只是不懂得好好运用 一块钻石它本来切割得很漂亮 但后来的设计师没有很喜欢切割 令它的价值下降并不是钻石本身的错 以前选手节目就是这样的钻石 而现在的选手节目是一个切割精美 切割良好的钻石 选手节目的舞台是很残酷的 无论你是背客大资源还是富二代 只要站在台上就一定要用实力去讲话 甚至那一套选手节目叫少年之名 操舞台就直接用实力去淘汰人选 留下的全部都是给一些评判认可的 投票者的概念是现今娱乐上推陈出身 它打破了中藝的规则 提供了全新的观念 每个观众都有权利去为自己支持的 练习生打投 而票数将会影响练习生的follow 这种认可成是毋庸置疑的 甚至你去控票的话会被人清零 那对青春来说 看一段选手节目 认识下世间白帕 币数又有多大 更何况你真的要投票的 根据外情是最新定价 一句27.7港元 对于香港青春来说 绝对不贵 可能一封利是便可以抵消消费 浪费并没有一个广泛的定义 但我相信一个人他要自制 便可以控制自己 要不要投票和买周边 一个心智正常的青春来又如何 无论花钱去买最新用品呢? 我本人有个表哥 他一向成绩一样 考文贫士都未必进入大学 于是他半放弃地读书 直到他看了一套选手节目 叫《升入人心》 《升入人心》 是一部音乐类型的选手节目 最终成团的六个人 会组成《升入人心》 男传去推广尾声 当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 即是大过我表哥两年 在这个节目之后 他有一个目标 就是可以跟他入坑了的成员 一起站在台上表演 他每天去看那个成员唱的外语歌 顺便学习一下外国语言 当然每天签到循环歌单 这些就当然了 他没有花过任何一毫子 就学到很多东西 亦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当中观看选手节目的影响 是真的可见一班的 选手节目对于青少年的影响 深远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但只要不顾吹作弊 不顾吹黑幕的话 你绝对会比较多 好 好 3分04秒 接着是请今天最后一位发言的别人 政方见别 士咪士咪 听不听到 好 听得清楚的 准备好 请说可以 可以 主席评判财作国伟 姜濤不红天地难用 这个《全民造星》就做了一个姜濤一对MIRROR 环素各大颁奖例 一时之间成为网络揭 《全民造星》真的成功了 但《姜濤MIRROR》成功 是否等于选手节目利大于弊呢 我方从来都不否认选手节目 是不可以给一个年轻 有机会给年轻人实现梦想 但是不是好像有风今天的南场那样 有人成功 所有节目可以提供机会 就利大于弊呢 就等于对青少年利大于弊 有方同学只见到 士咪当时的偶像 根本会见到 士咪当后面的人 是很少人才能封光到 结合背后 是有一班 新充有导创令 节目制作 偏偏不果断 就像MIRROR成员 那样 柳应亭那样 哪怕他唱功 可以获得新人 黄金奖单 由于他的上马不出众 而被手轮的五炸 行得出局 身为《全民造星》 和掌入姜濤 其余二百多个勇有梦想的年轻日 他带走真是忌不宜人的 收金情愿 只是为了 节目效果被塑造的人前 冲到好死 带走的是对他们的评价 就是网民对于 节目造造的形象和言论 即使节目给了年轻人 究竟是追梦 还是追梦 然后有同我这样 口口声声说 提供了公平高正的机会 给年轻人追梦 但是同事又说过 就说我存在黑幕不要紧 一试半试不要紧 其实我方其实就说 一个黑幕 就可以出卫年轻人的收心健康 有方不断强调主要节目 是应该有效果 节目效果 但是我们的效果 是否包括一些爱意展触 我方已经指出 而说指编 这些例子 各种黑幕 暗箱塑造 有方同学说我们没有举过例子 究竟是真的没有 还是怎样 有方同学有没有见到 有方同学说一带有黑幕 他们会清除票数 我方一部说过 浩雕斯101 票数当时做假 当时都没有清理 那些选手都是被影响 有方同学知不知道这个事实 原来选手像木刀有剧本 努力很久的争吵 各种的展触 引起工作讨论 编辑 编辑 便会这样展触 想大家看到的效果 哪怕扭曲或者丑化 参照者的形象 我根本没有考虑过 网上原来对于这些年轻人的伤害 我想过他们受到多大的披击 当入行已经10年的河 安思都因为 在节目中被人评价 成功而失控爆哭的时候 一般只是做人的年轻人 他们的心理究竟成不少 就会出现上节目 那么多的批评 更可怕的是 为了节目下果 我们有说过造假和黑幕 被传门播的黑幕都不少 何况还没批评 面对成人世界的黑暗 金钱至上 这些年轻人的价值观究竟会变成什么 他们还会相信用实力而争取一些东西 他们只会将 在节目中 他们只会知道要成功 是靠样身材 要成名 靠关系 要靠的是经纪公司的投资 就算你唱歌好 你没有样子 一样会被投胎 有多少个好像能以文地登上宏 有多少个好像传授出身的 邓小巧感 十年明显都不出名 或者宣传节目就是一块镜 一面照出偶尽 智蜗灯下户的风光 一面又是 原来圈黑暗的一面 哪些人究竟可不可以看到这块镜 可不可以承受到这效果 谢谢 好 3分35秒 好 接着来就是 评判计分 我猜大家都稍稍等一会 评判一路我一路就看一下分子 如果评判填写完 我会立刻下载 下载 接着就E-mail回给三位评判 请三位评判回我 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在网赛 因为分子自动计算 我们是没有合分这个过程 那在评判一路给分的时候 当然了 在评判的时候 我就开始会叫评判 依次序 给一些意见 几位 今天参赛的八位同学 我一路看一下分子 好了 请各位评判留意 整体合作分是要给的 另外有个街变评分的 我们街变评分就不是用传统那种 就是只是计划辩原台上 发言的四分钟或者三分钟 你是可以整个观感 在他今天整个游 包括台下发问 或者你可能观察到他在其他时候 跟辩原间的沟通上 你是可以用中观全场 去给最高分的三十分 第二名的二十分 第三名的十分 我们是这样计算的 所以请大家填完这个 我见如果大家填完 我就会下载分子 接着email给大家 而我也会开始一路 就是请评判逐一比评语 我们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好 建议应该OK了 三位评判都给了整体合作分 和街变评分 但是有位先生 不需要每个给的 是的 是的 其中一位评判我见你给了八个分数 其实你是选最高的三个 其他那些不用的 你总之最好三十分 第二名二十分 第三名的十分 其他那些就不需要给分的 好 谢谢 我见到OK了 好 我现在会一路下载分子 email给三位评判 请三位评判留意一下 email 而同一时间 我就依今天的 就是我们评判名单上的次序 我首先 请各位同学 你保持开着镜头 就是尊重评判 我猜参加辩论 除了胜负 好像今天所说的选受节目 做了胜负 可能我们都自己想有些学习 是吧 所以都尊重评判 请大家留心听评判的评语 我们第一位首先有请 香港中文大学 粤语辩论队前队员 郭慧恒先生 麻烦你 是米是米 大家都听到 是 听到 好 麻烦主席 先和主席说一声 因为分子那里是因为 我的名字那张分子 可能有评判 可能搞乱了 所以 我那张应该是 括着我姓氏那一张 好 好 OK 有点 是OK的 好 对 明白 明白 好 麻烦主席 我很快地说一点点 好 麻烦双方的同学 这场比赛 我觉得 大家都尽力表演 还有有一件事 我觉得很欣赏双方 就是大家其实的例子都很充足 因为我自己 其实对于这些选受节目的认识 是非常有限的 在这场比赛 我听到双方都有不少的例子 就是在演绎的论点上 或者在某些位置想做反驳的时候 都真的有不少实质的例子 不是真的说 纯粹的节目名字 你真的连那些故事 或者有些 节目里面你想表达的例子 就是那些偶像 那些事情 都的确是说得出来的 所以这个资料运用上 或者资料搜集上 我觉得双方的功夫是做得足的 那这个大家都做得不错 好了 那下去 真的双方交锋的时候 我两边都给一个意见 或者是给我 我告诉大家 我听完之后 我对正反双方最大的感觉是怎样 先讲正方 正方其实给我的感觉是怎样呢 其实你们的攻势是凌厉的 但是在于你们主线的推论 我觉得 我听起来就不太大感觉 或者我听起来 我觉得在主线的推论上 其实还可以再扎实多些些 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们在主片铺出来 你们那个论点 或者你们想演绎的东西 我觉得是相对模糊了一些 例如你看回你自己主线的所谓闭柱 第一个是由黑幕开始说 但是为什么之所以那个感觉不太深 就是因为这些节目有黑幕 但这个黑幕具体如何导致青少年的影响呢 我觉得中间的联系是去到后场 才可以听得出来的 例如你用这件事去反驳对方 作为追梦平台 或者是因为这个黑幕 令到某些偶像 或者令到某些青少年 在追梦的时候 有一些阻滞 或者是阻碍了他们的追梦 那去到后一点 我先再听多一点 在你们的主线 或者在你们的想法之内 黑幕对于那个避除 或者对青少年的影响在哪里 而在前场 或者你说的论点的时候 其实我也未太感受到这些事情 因为这个节目有黑幕 我可以最多判断这个节目不好 但节目不好 或者节目本身的质素低 未必直接导致青少年的廢处 或者影响未必那么快浮现到 或者那么快论定得到 所以我觉得第一 在你论点上连接到对青少年的影响 一开始是听得不清楚的 但去到后场 在你的反驳之中 反而我听得多一点 或者在我听到 过一小时左右 我是在反驳中 听得出你这个论点的意义 所以 这个位置我觉得可以想多一点心 或者试试想想 有没有方法在主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会更加扎实 而第二个也是有点摸不着边际 我不是说你的论点是错的 第二个就是说商品化 或者打造偶像商品 就是这么说是明白的 但也不是那么扎实的原因 就是很理议 或者是很抽空 你所说的这个论点是说一些 很价值层面 或者是一些很随随的东西 就不是说实实在序 有些青少园受到影响 例如你说 有一些青少园的偶像 就是会做了一些成人世界的 衣着、语气、生活等等 不适合那个年龄层 导致有一些影响出现 但在这个位置上 我略嫌觉得论点是抽空了一点 就未能感受到论点的扎实程度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有点激烈的 其实正反双方 如果在这场比赛说一些价值的时候 我觉得双方其实都面对同样的问题 包括正方可能说一些不好的价值观 或者反方如果想塑造 即你一开始都有说类似的论点 例如姜濤灌输了一些正面的价值观 上进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些论点 坦白说 我觉得是有点激烈的 你说出来 我是绝对明白 和绝对 同意这个推论是正确的 但真的要落到个人层面感受上 我投这一票给你 或者我真的觉得这个感受很深刻 我觉得未去到这么强的这个位置 因为这些就是价值论点的迷处 或者用价值论点的时候的困难所在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处理这件事 不论正反双方 在处理价值论点上 我觉得更加需要 要么你就多数多些例子 即未必是真的说到贴地 去到青少年有多少影响 有多少青少年 因为姜濤而白品图强 反而你可能从前一步去 塑造多些例子 例如不止姜濤 还有ABC军 DEF军 都有很多很成功的例子 透过选受节目反映出来 我觉得都是另一个方式 或者另一个面向去加强你的论点 或者若果有些情况 真的有一些与例或者例子 当然是难找的 但若果找到 你可以说得出有很多青少年 因此而受到感染成功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扎实 或者加强这些论点的方法 所以在价值的讨论上 我觉得是今天双方都面对这个问题 就不知道正方 反方到一点点 就是有些鸡蛋 说出来不是错的 但真的要很贴服的 因为这个论点 我赚成了你 或者给你票 我觉得是更差一点 这就是正方主要的感觉 反方除了论点上 可能有少少这个感觉之外 我觉得还有两件事是有少少可惜的 第一就是在反驳上 我觉得你们的反驳 是未太捉到有些对面 可以给你回应的东西 其中一个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对于追梦平台 那样东西 在前场 其实正方的回应手段 很主要是用唯一 这件事去回应 包括一以赴 其实听回他一开始 一开始回应你们 作为一个平台 帮助青少年偶像出道 他的回应都是说 这个不是一个唯一的平台 还有很多其他方式 但事实上这个回应 我觉得相对是弱一点点 或者唯一这件事 可能打一个位 或者听一次 可能觉得没问题 但事实上 其实背后他的立场 就是他承认了 其实都有理处 不过其他方法 也有 所以在这些位置上 我觉得你是有责任去澄清的 尤其是当你的主要论点 是说 作为一个平台 帮手出道 或者给一个平台 他们去发展 例如说追逐梦想 我觉得对面 对于你这个主要论点的回应 执疑 或者反驳 你是更加有责任去回应 所以我觉得在 防守自己主要论点的功夫上 可能未做得太足 而结果在中后场 反而你又不是没有空间做的 因为这也牵涉到反方 另一个我觉得 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你们的稿件 可能都相对有空间 你看回一些时间 都未用得很尽 包括主一二都是 如果没有记错 我没有记错 但没有记错 我觉得起码只剩下二十秒 三十秒都有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 未必先用好你的时间 而如果你用时间 做多些反驳 甚至不要说反驳 你纯粹针对自己的论点 数多一两个例子 穷举例子 我觉得那个感觉 或者起码是一个内容 都会充实一些 因为其实辩论上 时间就是你的弹药 你有多少弹药 你尽量射进去 当然不是要超时 但你有多少 尽量射进去 有多少 尽量数到多少 一个论点 你反驳一分钟 和反驳两分钟 的感觉其实很不同 所以我希望 反方如果在这场 其中一个可以 take away的事情 就是时间 我觉得不妨用尽多一点 或者有的例子 可以再扎实多一点 尽量擅用你的时间 在内容上 会充实很多 我觉得 主要 或者第一个 讲评判 可能未太组织到 我将我初步的 印象和见解 先讲 其余就交给其他评判 补充 谢谢主席 好 谢谢 那我那个分子 我email了 给三位评判 麻烦大家 如果方便的话 你在email上回覆我 OK 但是我们都把握时间 一路我们请第二位评判 去分享一下 对这场比赛的一些意见 请拔萃女书院 辩论队负责老师 王韦新老师 谢谢 各位同学大家好 都很感谢大家 呈现了精彩的辩论比赛 给我看 我觉得正反两方 都很好 那我不如就 只说我们的建议 就算 正方我很欣赏他 推论的时候 那个选手节目的细节 比较多 比如说了 剧本的不择手段 在性格上 有很多张力 所以有很多故事 要去索造主角和配角的不公 然后说了 网络言论的时候 索造的那种 对青少年成长的心理伤害 但我觉得问题就是可能 层次不是很深入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感受到 由一副二副去到结变 都是用同一种逻辑去回应对方 就是说那种黑幕 在三个层次的流曲 但我觉得如果用一种 这么单一的过程 但当然你有个优点 就是你的例子相当多 因为你的例子可能有一倍的优势 就是数量上 我们先不要说质数 但我觉得数量都有个明显的差距 那就证明了你们对于 资料运用的那个用心 但这样始终不是太核心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演绎方法 就是说如果选秀节目 求证是你 手拢都是你 有一个很结构性的利益冲突问题 就是因为知道选秀节目 如果他的观众 是好像那些超级女性 他可能十三亿人口 有两亿人体 或者后面那些青春有你过三亿观众 就是说他需要越多负面消息 收市就越高 广告也涉及过亿的收入 就是说他本身有一个 很奇怪的谋利动机 令到他好像一个巨兽去侵蝕他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性质 只要有商业元素 他必然会丑陋化 就是和资本主义的概念差不多 所以公司一定要为股东去谋取利益 和这一次选秀节目 我为了收市告 为了广告收入 和承办商收入 所以我需要不停地 令到整个选秀节目 好像电视剧这样的精彩程度 这样的话 我在那个剧本性格和网络上 我就会无所不用其的 就是如果你可以用这种核心式的推论 我觉得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退回去 核心式推论就是 那个举办商的性质本身是怎样 因为很多题目去到最后 都是讲机构性质的问题 所以有没有第三方独立机构 就变得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召唤会强很多 好了 去到反方的同学 我觉得都是很优秀的 因为你大概可以 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其实讲得很清楚 这个监管的过程 就是以往是这个 港电总局有勒令的 现在其实就是 如果你有这个监管 恰当的编制的监管 其实在黑幕出现的时候 是会有承受惡劣的后果 最后你就可以讲到 太弱流强的过程 就是说造假是少数 但是正面的影响是大多很多 就是说你的那个监管的过程 前中后都是齐了的 但问题就是你讲话的过程之中 你不是前中后一次过说出来的 你是在不同的位置 堆齐前中后的操作过程 然后还在用同一个监管方式 就是说你每一次的例子 甚至都会相同 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港电总局的勒令 它其实是会 直接叫你停办的 因为我记得湖南卫视当时 好像出了六个 或七个选手节目 它跟你说你直接不要搞了 我决定你 你直接淘汰你 你以后不可以搞了 就是这样去到这么严的地步 我确实觉得好很多 同一个逻辑就是 那些监制其实都证明了 他那些剧本不太行 你看几多那个评判出来 就是爆黑幕 甚至连那个明星 都会加入他杯葛电视台的过程 这就证明了 其实他很想做故事 但其实都做不到完美的故事 他都不是一个理想国 我要拼死你 握死你 然后我觉得最后一样 同一个逻辑就是 我都鼓励你 是用特质式的方法 去推论你的rebuttal 因为你要知道 对方常在说 就是说 你那些选手 要令到那些学生 就不要照顾他 你都要明白 你始终不是一个 那个青年事务委员会 要照顾一个年轻身心健康成长 那些是学校的责任 但是你要明白 就是一个创意工业 以联合国的定义来说 就是说可能他头3%的人 是会吸收整个创意工业 百分之九十的收入 就是说 这些仅次于汽车业的 那个世界的高级工业 他的GDP 其实头3%的人 会笼罩所有 其实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创意工业 头3%都会吸收90%的收入 就好像运动员也是这样的 就是除了灌压鬼之外 这个世界其他人都不存在 因为创意工业就是这个 就是你除了碧交索之外 其他基本上全部都可以死 所以你就要跟他说 创意工业的特质 就先需要多元才能去配合 而他本身已经预设了 头3%是会拿出所有收入 所以你这个选手节目 才需要那么实景 那么全面 以及可以发挥创意 所以我尝试在这两点里 就是帮郑夏良方举些建议 以后大家在同类的题目 你都可以想想 就是那个事件特质的问题 就是他本身的立场问题 好,多谢各位同学 拜拜 好,谢谢 接着我们请最后一位评官 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论队前队长 陈彦恒小姐 谢谢 好,前面两位评判都说了很多 主线上可以怎么改善 可能我针对着回应上 可能 其实我觉得正反双方 就是刚才评论 其实一开始开出来的主线 都是正路的 要有资料 不同的语例 但是关键就在于 之后如何去塑造 如何对清晰灵的影响 就是标准 是为什么你觉得 你那个黑幕 对他的心理行为等等的影响 是更加大呢 那我先说正方 正方他不停强调就是 欧欣上《一副》的时候 其实他有说到很多的例子 我觉得 那些例子 其实可以放在主线那里 早一点出现的 那我说到就是说 会有模仿 会有内定 心理 等等的影响 但是我在想的就是 其实你说 那些黑幕的时候 会不会 可能以我认知底下 比如说可能 《Pro News 101》 怎样的那些 就是我那天可以说一说 那些黑幕 就算被人发现了 或者是怎样的 之后的处理手法 其实对他们 都是不好的影响 比如说 以我所知 比如好像《Pro News 101》 他是被人发现了黑幕 接着他们明明是出了道 就是他们的努力 就是应该是被大家看到的 他是出了道 但是就因为电视台的操控 就是他们是要 整一团是要立刻解散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 他给了这么多的机会 他是付出了努力了 但是原来 就是因为一些的 就是操控的行为 那么他们的努力 全部都是付出东流的时候 那我觉得 那个推论的方式 就好像是 可以再多层一点 而且我觉得 要留意一下就是 但是回应上的可能有很容易 有感動的情况 例如可能说 二父 二父你说到的 就是说 喂 是否只有選手节目 你YouTube等等的都可以 那我就会想 那其实YouTube 都有商业世界 YouTube都同样会造成 你所说的 也就是可能 你是多人看的 你是美女的 你唱歌好听的 那你就热本 那你就多了 其实同样的 会不会也有你所说的 那些情况 都会不离到 青少年的发展 因为他们都是 你除了黑幕之外 你還要說什麼形成一種價值觀 就是你只要你外表平凡就不受眾志了 那會不會其實有比較有的情況呢 但是這點我沒有特別扣分的 純粹我覺得回應上面要小心一點 因為反方同學沒有再特別追這個位置 所以我不會扣分的 但是可能回應上面可以想得再仔細一點 然後去到最後一個位置 就是你們問題的時候 就開始最後有問一些就是說 閉嘴就是說說規管上面 說到規管為什麼會還有這麼多這些情況出現 或者怎麼樣 那我就會想一下就是 其實這個邏輯 就是你放在很多政策上 或者很多不同的罪案等等上面 其實都會出現就是 你其實就算規管了 都總有人違規的 就是好像辯論比賽那樣 我當作規定了那個時限 但是都一定會有人超時等等不同的情況 但是為什麼有人還是有違規的情況下 就等於可能他沒有改善過呢 其實我覺得政方同學可能要小心一點的就是 在回應上如果今天反方是仔細一點的 他跟你說那個trend就是 又從前 沒錯啊 他們是不可以承認你所說的黑幕 所以他現在就是公眾化了 變了投票了 制度透明化了 那選手節目就是把這個門檻降低 然後透明化給公眾去看他們每一個行為的時候 那可能他這樣詳細一點的推論的話 那這些回應上面就可能要再想得仔細一點 然後去到反方的回應上面呢 我覺得反方一開始主線上面都是穩穩的 但是可能呢一二副上面的那個回應呢 正如剛才評判我所說的就是 可能你一定很素材做到那個正能量的影響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有追星的人 那應該看這條變系的時候應該 就是不多不少都會有一點點粉絲類的 是的 因為我看到可能有些同學啊 或者身邊有些朋友就是 都因為有追星 所以其實可能某些方面就是變得更好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就是你們的展現方式 如果真的要後提的時候 就是這樣說你的正能量方式的時候 其實去到差不多反方的結辯的時候 你用了所謂表哥的例子才說到 那我先不評論這樣的表達方式 有沒有說服力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覺得正能量這一個 是真的一個這麼大架的一個動作的時候 就是一個這麼大架的論點的時候 我很建議的就是 論點上面會不會去講一講 就是他們因為偶像做了些什麼行為 而他們都做了些什麼行為呢 就是我當然明白的就是 可能真的有時候很虛的例子 就是因為偶像 所以我想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或者怎麼樣 這些比較虛的 但是如果有一些可以量化的數據 那我剛才就這樣想的就是 會不會是說有些偶像呢 可能他很熱心去參加某些公益運動的 或者是很熱心去 就是可能是支持租食的等等 不同的就是環保的等等的理念 所以某程度上有一些大陸的那些 那些內地的那些粉絲 也有些是挺瘋狂的 但是可能他們就是會 都會組成一個團體 然後一起去 就是去把那些資金去捐給某些需要的人 那會不會這個就是 其實因為他們崇拜他們 所以覺得他們的做法值得參考 就是他們才會去做出行公益 這些慈善等等的活動 就是我覺得 正能量的那些影響 可以是這方面去講多些 就 rather than你只是講姜濤那個例子 因為我會想的就是 你說姜濤你說 就是你強調他那個位是說 因為他有200磅的一個大肥仔 然後減肥的時候 如果我是正方 我當刻的反應就是 對 所以不就是符合我們正 論點一所說 就是原來他要減肥之後 才會有人留意 所以原來瘦才是標準 原來肥就是沒有人重視 就是會不會這樣有機會 又會被人扭到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回應 和那個設計上面 是要再 要多元化一些 和可以深化一些 還有去到最後一點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會不會有機會 構成一些的循環論證 因為你們去到後期的時候 就開始我覺得有一點是 就是將所有的問題 都是歸走於 清晨完自己有能力去判斷 那些節目的本質是好的 我們已經有那些監管的了 那我就會想 那個循環論證的位置在哪裏 就會想 既然如果你覺得 這個節目本質是好的時候 那為什麼這個節目本質是好的 就是因為他們本身已經經過審核的了 那為什麼會經過審核 經過到審核 就是因為他們本質是好的 那我會想 那其實你怎樣論證 你的選手節目 都一定是好的 因為你過得去 那我覺得如果這樣的回應 正方 我也沒有特別扣分這些位置上 所以是 可能你們下次去回應的時候 有機會可能要小心一下 就是 你這樣論證的方法 其實是 自己在一個圈裡 在那裏 就會變成 有機會就將 說服力都會降低 那這裏就是 少少回應聲明的事 好 多謝三位評判 是的 我也覺得評判 真的很有用 我也很心急 我也覺得 我要轉述一些 給我一會兒準備比賽的同學 但是我猜大家現在最緊張的就是想知道這個結果 是吧 好 三位評判都看了PDFR是OK了 所以我們都在大會傳了檔 今天賽事的勝負賽果是三比零正方取勝的 最佳辯論員是正方的義父 是一位顏俊傑同學 在這裏恭喜正方的同學 根據我的印象應該可以連贏兩場 恭喜大家